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薇嘉 暑期到了 又是各位出街浪的季节了 暑期不是早就开始了吗 反正我是没暑期的 只有对社会没有用的人才会放假 所以这一期呢给大家带来衬衫推荐 应该也是我们进入秋季之前的最后一期的衬衫推荐了 看到标题你已经有所了解啊 这一期呢我们首先要来做一个日潮跟国潮衬衫的对比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这一件 我从代购手中花了2400块钱买来的 Reco Maria白虎图衬衫 夏威夷衬衫呢已经做了是Reco Maria的这个品牌的一个常规的单品了 并且呢一直的服装的热度 原因少不了就是他们在图案上面选择了一些比较大胆的 或者说很麻剑打的主题 一般都围绕一些什么彩色酒气啦 日本传统绘画啦 古爆纹等等的非常具有社会气息的图案 让人一见就不敢惹你 先来收集一下大家的意见哈 你觉得日常穿这种衣服上街会被人侧目吗 会得打个E不会打个2 那我手中的这一件呢就是Reco Maria联合了 知名的一位纹身艺术家所创作的几款的图案当中的其中一款 我本来想买虎纹的 但是被咸鱼放了飞机 配套还有裤子感兴趣啊 不妨去了解一下 材质选用了百分之百的Ray on的这种材质 查了一下其实就是人造师 或者说更学名一点就是再生纤维素纤维 那这种面料的优点呢就是用来模仿 丝绸啦羊毛啦棉布啦 压麻布等等的都有不错的效果 容易染色非常凉爽 那缺点就是不耐久 2400块钱不耐久 佳哥身穿的这一件呢是MR 上身感觉呢刚刚好啊 那下摆呢是用了传统的夏威夷身上的版型 是平底的设计并没有开口的 日本传统的这个绘画风格的老虎呢 好看是真的好看啊 细节体现在啊 当你把扭扣合起来之后呢 老虎是能对应上的 以及在左边侧口袋这里可以看到 虽然加了口袋啊 但是并没有影响到老虎的整体性 细节 来看看上层效果你觉得2400块钱值吗 那与Weco Marriott的这一件白虎图用来做对比的 我就买来了一件Super豆腐 今年夏天卖的很火的 手绘老虎衬衫 上面用的应该是水彩的绘画风格 那与这一件的整体老虎分布的画面上面 就有点异曲同工之妙了 哎哎哎哎不要急着把那两个字先打出来哈 其实动物衬衫呢很多品牌都在做来看看这些 那尤其呢豆腐他们家的夏季这几天衬衫呢都卖得不错 拿到手之后第一感觉就是垂感还不错 面料采用的是百分之百的敌伦 那相对于Weco Marriott来说呢要顺滑不易折皱 摸上去呢还挺厚的 我不确定是不是有两层 但是手感就很像了 但也许呢这也牺牲了一定的图案清晰度 相对Weco Marriott来说呢 图案上面呢可能就略显没有那么清晰 在镜头上面可能大家不太看得出来 但是拿到手之后细致对比还是能看得到的 那因为图案上面呢 虽然是水彩风格 本身在绘画的这种风格上面呢就有点QQ的感觉 加上啊配色底色是蓝色还有紫色可选很明显 这就不是一头社会老虎啊 而是两只老虎爱跳舞 来看看算成效果对比一下 你会选择 Weco Marriott2400块 还是Super Tofu270块 投票 那不喜欢动物纹路社会衬衫也没关系啊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四款值得入手的锅槽衬衫 首先有AERO CODE 这一家造型上面比较特别啊 因为用了拼接马甲再加条纹的底色 如果你觉得说条纹衬衫太窄太素的话呢 可以来一件 蓝色的面料的部分呢 主要由棉以及竹线维组成 卡齐以及大面积的马甲的部位呢 采用了尼龙以及迪伦混合的防水灭料 整体宽松绕肩的版型 相对传统衬衫来说呢 会特别很多 蓝色跟卡齐配合起来呢 也特别舒服 而且大口袋呢 也方便你随时的 有人来泡就有机具插带 擦另一只手怎么办 藏到身体里面去 相对应的下身呢 是穿了这一条长拉链设计 双口袋短裤 对于喜欢强迫症双手插带的朋友来说呢 这条短裤可能会有点难受 因为左边插完之后呢 右边你要完全拉开这条拉链才能插进去的 不过当你拉开之后呢 不要说你的右手了 其实这个容量啊 足以让你装起整个世界 你装过吗 面料是42%的巨齿线位 以及58%的尼龙 穿着感觉挺干爽硬朗 配合上身的衬衫效果很棒 来打个分吧 再看看这一件的Fearron防制物格纹口袋衬衫 橙色很fresh啊这种清新的颜色呢 感觉实现很多的品牌都不会把它用在衬衫上面 一感严肃的感觉 那这种隔温的概念呢 其实源于他们把纺织物放大了数倍之后 所呈现出来的纤维的这一种经纬交错的感觉 但其实我第一眼看上去就想起小时候睡的凉席 咱咱你说是不是 我觉得不是 胸前有一个小毛毡的垫子的点缀 衣服上面有几个兼具的储物 以及装饰玉体的打口袋 给你装几百万应该也够了 版型宽大适合各种的体型 材质主要为敌伦面料抗皱能力非常不错 下次穿了这一条Fearron联名玲珑的五分短裤 哎哎哎哎玲珑我没有看过哈 有没有看过的在这里口一泊一告诉我 就算不谈联名都好了 这条裤子其实都很骚气 因为它侧面是反光的抽层 3M反光的细节很到位 那据说这个也有参考到玲珑的世界观 关于那个基因的设定 包括这个白色用来配搭橙色也很好看 但注意的是里面内裤尽量不要穿黑色 不要问我怎么知道 穿红色呢 第五件衬衫 84Hawaii 草莓音乐节麻眠衬衫 那一看就知道 这一个夏威夷味道真的很重 而且这个品牌呢 就是正儿八经的夏威夷品牌 由世界著名的冲烂版品牌商 Blue Hawaii Surf团队在1999年创立 这一个夏威夷衬衫下面呢 我穿了他们的这一件黑色的小logo 基础打底梯 那袖子这里呢 有一个他们致敬Chesher的小logo 除了使用了Chesher的代表字体之外呢 在前段啊 这个A体的位置呢 特意设计成了像一块折断的滑板 然后反向书写的效果 面料上面呢 属于是透气的打底类型 比较轻薄啊 99一件还算不错吧 名字要打其他人手出来 还是比较麻烦一点 大家要注意一下 花生山的图案呢 细看之下你会发现啊 是繁花丛中一朵梅 没错 一朵草梅 采用的是全服的数码印花 加麻眠材底 那这个麻眠才是相对于其他的什么人造丝啦 锯子纤维来说啦 它就会更加手感一点 没有那么滑 我觉得其实挺舒服的 那另外呢 还有一条裤子可以相对应配的 但我觉得那位太充我就没一起穿 除非啊 你真的很喜欢 又或者说你的身份或者职业很适合 不然的话还是分开穿比较好 什么职业 譬如导游 第六款 Metro Mania City Boy 纯色衬衫 那City Boy类型的衬衫呢 提供给大家另外一种的衬衫风格的选择 就你不一定要穿的很色灰 然后很垂感 你也可以穿的很宽松很干净 这一款呢 依旧是满满的旋风 后背采用了独特的工背剪裁细节 哪怕扩型很宽大 但穿起来呢并不会特别的撇没有形的感觉 面料的是140×90的纯棉高密度面料 保证了整体的面料足够的硬挺 纯色搭配起来也很轻松 有多个颜色可以选择 裤子选择是他们家这一条A字型检材的工装口袋中半卫裤 非常的厚实 上身的效果呢就是上紧下宽的感觉 那配合腰部的松紧以及抽带的这个设计 非常适合各种的体型 毛圈的面料足够的厚实 足够的硬挺 储物都能装饰也能储物 来给这一生打打分 好吧那以上就是本期的所有推荐 觉得这几件哪一件最符合的心意呢 欢迎在我们弹幕留下相对应的序号 记得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下期欢迎 下期دا 下期 CT